换蜜 刷手刀 刷成就 刷迷在岛 原器骑士最强特性 2.0版本已经给大家整理好了 编屋 修复在齐 大家好 我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坚持攻心的攻略up主 游戏宅玩家 先感谢各位热心小伙伴们投稿 感谢你们对老宅的支持 谢谢大家 本期视频主题依旧围绕在无敌面商bug上 只不过和之前的游侠自首刀板仿佛同时 在当前的5.4.0.6版本中 不只有游侠这一位置于就有这项无敌bug 刺客也同样觉醒这样的能力 只是具体咖法却与前者大不相同 所以接下来老人就将他的玩法流程翻线给大家吧 首先是准备工作 想要激活全新的无敌面商bug 让满足三个条件 唯美是刺客职业 影盾技能以及NPC导师的强化 以至影盾技能在开启后会让我方成员进入最高长达6秒的隐身状态 此时如果使用武器进行攻击到背后获得三倍的暴击伤害加成 而且瞬间解除隐身 如果你的运气不错能获得导师强化的话 那么在这6秒的隐身之内 我们将是无敌的可免疫任何伤害 听到这里看过老宅上期游侠地躺刀无敌免伤bug的 小伙伴们应该猜出来吧 没错 这次刺客之所以和游侠一样 也可以无限刷新无敌 和游侠地躺刀的触划机制是同一个原理 好了在守护神殿中我们拿到了导师强化 接下来就可以卡无敌bug了 具体流程很简单 我们开启影存技能 然后使用武器普攻 瞬间解除隐身状态 这时候技能效果虽然已经结束 但我们却依旧可以获得免伤 只要在技能cd冷却后我们继续刷新效果 就可以做到全程免伤 而不卡法的原理不局限于任何模式 不管是视频中演示的守护神殿 还是普通关卡 或者是邪王迷人事件 或者是迷得导模式 都可以使用 这个结果就只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导师强化后的隐身技能 对了 老宅这里还有个在普通关卡中 必定会遇到导师的小技巧 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额外增加一个特殊房间的因子 也就是那个阿拉丁神灯的因子 如果将刷光影集团在内的话 那么它至少可以提高 数十倍导师出现的概率 有兴趣的交办 可以去尝试一下吧 那么刺客的无敌bug卡法 就先聊到这里吧 接下来老宅再分享给大家一个 更加好玩的游侠跳关bug 具体流程还是在之前 地产刀无敌免伤bug的期数上 开发出来了 具体操作方法很简单 我们正要保证在当前的房间中 地外最会遇到敌人的时候 依旧出于地争刀的无敌免伤之内 就可以卡出跳关bug 我们只要一直使用这项技能 哪怕直接充过关卡 怪物也不会攻击我们 我们可以直接进入传送门 然后进入下一关 只是这期间 切记不要枪护武器 否则无敌免伤bug就会失效 进入下一关后 再重复上述流程 就可以了 只是这种跳关方式 也有一个弊端 那就是在进入第五层关卡的时候 由于BOSS不死亡 不会充上传送门 所以这层关卡无法跳 只有江山击败 这一个途径了 这种跳关技巧可用于 普通关卡以及邪妄秘阵 算是一个挺不错的拖揽方式 刀狼币也是挺有效率的 最后再和大家讲明一个重点 那就是这些bug随时都会修复 它只存在于5.4.0.6版本中 一旦更新才会彻底修复 所以想体验这种另类玩法的小伙伴们 一定不要更新 切记切记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我是元气骑士日更up主 游戏展玩家点赞加关注 咱们明天老时间不定不散